圆标题 一、国内大事纪1910年12月24日,经国会请愿运动失败,108年前,1910年12月24日,清廷下令遣返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并延令各省都府谈家请愿者,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 1935年12月24日,女作家萧红出版《生死场》轰动上海文坛83年前,1935年12月,女作家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作为奴隶从书之三,由上海荣光书局出版,萧红笔名首次使用。 这部小说疑问是,立刻震动了上海文艺界。 萧红的《生死场》因为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被审查之后不准出版。 鲁迅自己初前出版了这部小说,并亲自为之写序,说这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厉透之辈的图画。 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重被美兵强奸,掀起反美怒潮72年前,1946年12月24日夜,北京大学女生沈重在北平东丹被两名美国水兵绑架到操场强奸,引发大规模反美运动。 1948年12月24日,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70年前,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是楚安平创案的上海观察杂志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 此后,著名七军子之一的王造石,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 并于次年二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贤在内的数位观察进波人士出狱。 19.86年12月24日,我国开始实行科技统计报告制度32年前,1986年12月24日,国家统计局为此召开了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公关项目统计调查任务不智慧。 会议议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统计工作是个薄弱环节,没有做到科技统计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对科技工作的宏观控制和指导。 19.87年12月24日,我国首次舰在直升机这件试验成功31年前,19.87年12月24日,我国第一次直升机这件试验取得成功,从而结束了我国战斗舰艇上,不能着漏直升机的历史。 24日下午,一架直升机从远处飞来,慢慢降落在一艘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驱逐舰隔山平台上,然后,直升机在平台上旋转360度,再次试飞试落。 这艘导弹驱逐舰,是在这年7月,完成加装直升机舰面系统工程的。 这次舰在直升机试验成功,将有效地扩大驱逐舰的作战半径。 1987年12月24日,北京地铁折返线通车,31年前,1987年12月24日,首都人民盼望已久的北京地铁复兴门折返线,胜利建成通车。 折返线建成后,一期工程地铁列车,可以在复兴门折返,使环城线环起来运营,包括南环,全长24公里,内外环对开运行,4分钟间隔,环城一周40分钟,乘客均可在站内互相换乘,将大大提高运输能力,方便乘客。 预计环起来运营,日客运量将80万人次,这对缓解首都地面交通拥挤状况,将起到重要作用。 1992年12月24日,李家辖水电站建设全面动工26年前,1992年12月24日,黄河上游最大的李家辖水电站,五台水轮发电机组, 制造的招标承包合同正式签字。至此,电站建设的系统工程全面启动。 李家辖水电站是吉隆阳辖水电站之后,在黄河上游兴建的又一座大型水电站。 它是八五国家重点工程,有国家投资和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四省须及资建设。 电站设计总装机200万千瓦,共五台机组,是当时国内在建电站单机容量最大的。 2001年12月24日,全国检察机关,实行首办责任制。 17年前,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工作首办责任制。 2、国外大事纪1814年12月24日,美英两国外交官员,在比利时城市跟特签署合约,正式停战。 204年前,1814年12月24日,美英两国外交官员,在比利时城市跟特签署合约,正式停战。 但是因为当年交通不便,合约的消息没有及时到达新欧尔良。 1818年12月24日,圣诞颂歌平安夜,首次在一个教堂里,演唱。 200年前,1818年12月24日,奥地利人约瑟夫木尔创作的。 圣诞颂歌平安夜,首次在一个教堂里演唱。 1871年12月24日,意大利作曲家威尔地的著名歌剧《阿伊达》首演147年前。 1871年12月24日,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地的著名歌剧《阿伊达》,在埃及开罗的歌剧院。 首演1943年12月24日,美国将军艾森。 豪威尔被认为盟军最高指挥官75年前,1943年12月24日,艾森豪威尔被认为盟军最高指挥官。 在美军历史上,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人物。 他出身第一穷,他是美军统帅最大战役行动的第一人。 他是第一个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统帅。 他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等。 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宣告独立,成立联邦制联合王国67年前。 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宣告独立,成立联邦制联合王国,伊德里斯一世成为国王。 1956年12月24日,英法军队撤离埃及苏伊士运河。 62年前,1956年12月24日,英法军队虽然已于两天前完全撤离,但苏伊士地区仍然伤痕累累。 在24日的联合国会议上,埃及提出了一项要求充分补偿的决议案。 作为撤军条件,英国希望联合国立即清理缩伊士运河,并支持自由通航。 英国还建议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由联合国来接管这一地带。 1964年12月24日,越南西贡美国军官宿舍大楼大爆炸54年前,1964年12月24日,位于西贡闹市的一座七层楼的美国军官宿舍,发生大爆炸。 驻西贡的美国侵略军发言人宣布,两名美国人被炸死,其中一名是美国侵略军的中校军官,71人被炸伤,其中包括55名美国军官。 1979年12月24日,西欧联合发射阿利亚纳火箭成功3。 9年前,1979年12月24日18时13分,巴黎时间,西欧的阿利亚纳火箭,在法鼠规亚纳的库鲁发射场发射成功。 阿利亚纳火箭是一种三级火箭,高47.7米,重200余吨,火箭的推力为245吨。 这次发射是预定在1981年前,为鉴定这种火箭的性能,进行四次发射试验的第一次。 1980年12月24日,中非法院经过五天的缺席审判后,判处伯卡萨死刑38年前。 1980年12月24日,中非法院经过五天的缺席审判后,判处伯卡萨死刑。 他的那些靠侨取豪夺得来的大量加免事物亿被没收,收归国有。 1994年12月24日,法航飞机被劫持法特警神威救人至。 24年前,1994年12月24日上午,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空中特车飞机,在阿尔吉利亚首都阿尔吉尔机场,被四个武装分子劫持, 机上265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被扣坐人。 至,并在当晚将两名人质杀害。 飞机上的乘客有阿尔吉利亚人、阿法双重国籍人和法国驻阿使馆的外交官等。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回法国过圣诞节的。 3、名人生族生200年前,1818年12月24日,英国物理学家焦尔出生于曼彻斯特。 詹姆斯·焦尔英国物理学家族53年前,1965年12月2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过赖传珠因病带沈阳逝世。 赖传珠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生。 117年前,1901年12月24日,苏联著名作家法杰, 伊夫出生于加里宁州基姆雷市。 祖494年前,1524年12月24日,把斯科达·戈玛死于热症。 生113年前,1905年12月24日, 杰出教育家江隆基,出生于陕西省西乡县。 生116年前,1902年12月24日, 著名教育家顾玉秀出生于江苏吾。 7、独76年前,1942年12月24日, 法国海军元帅达尔朗被刺身亡。 独38年前,1980年12月24日, 德国著名的军事家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